很多人活了大半辈子都不知道的是 只是要花个几百块新币在家里呢 往嘴里搓一搓就可以得到答案 真的事情到底靠不靠谱呢 想多多其实不知道基因检测 其实并不是很准确 就算是真的在阳性 很多时候概率也是非常的低 如此有0.01% 哈喽你好我是宜兴 欢迎来到宜兴特频道 健康是一种选择 No half note 我会通过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 科学健康养生 我觉得很多人对自己的DNA基因 都感到很好奇 想看看自己是什么血统 适合什么饮食 然后怎么预防疾病 怎么更好的计划下一代等等 既然大家都这么好奇 商家们就帮我们设计了一个 基因检测四季盒 DNA Test Kit 来满足大家的需求 这个新玩意呢 一推出市场加上名人的广告效应 就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很多人活了大半辈子都不知道的是 只需要花个几百块新币 在家里呢 往嘴里搓一搓就可以得到答案 这样的事情到底靠不靠谱呢 然后今天呢 我们就从 到底能不能从基因检测来 查看自己是否会罹患某些疾病的风险 来做一个分析 看看这些检测是否准确 真的靠谱吗 在这之前呢 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 人类的基因DNA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DNA呢 是由基础单位核干酸 Nucleotide的构成 然后造成了四种不同的类型 就是A T C G A呢就是Adena腺飘零 然后T呢就是Tiamine 然后胸腺秘定 然后C呢就是Cytocin 秘定 然后呢 G呢就是Guanine 鸟飘零 哦 核干酸呢配对后呢 串联在一起就形成了人类的DNA 整个核干酸的排列的讯息呢 被称为基因组 哦 听起来很奥口很难记 有点难对吗 哦 都不用记得 只需要知道基因的基础单位 是四个不同的核干酸 用四个英文字我代表 A T C G 组成的就可以了 在某一个位点上呢 不同的个体之间的基因列序呢 也就是Sequence可能存在的差异 比如说在某个位点上 你的序列是A 我的可能就是G 这种差异呢 就是核干酸多态性 简称SMP Single Necrotide Polymorphism 然后核干酸多态性SMP 在遗传水中呢 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呢 用于研究 个体之间的遗传的差异 然后疾病易感性 以及药物反应性等方面 然后此外呢 SMP也可以用于亲死鉴定 还有人类起源和进化等领域的研究 希望你还没有晕倒 那么接下来呢 讲的是更浅白一点的 那么就是大多数的商业基因检测 是如何做的呢 因为一个人的基因组呢 绝大部分与其他的人相同的 所以商业基因检测 并非对整个基因组进行测序 而是只是针对基因组的SMP 也就是那些可能因人而异的特定字母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这样的测试呢 可能会出现假阳性 尤其是呢 叫罕见的遗传变异 Rare Genetics Variants 然后罕见的遗传变异是 基因频率MAF呢 小于0.01的SMP 这种SMP请在百万分之一的人中发现的 如果听不明白没关系 就是很罕见 很少见就对了 什么是假阳性呢 它的意思就是不是实际的阳性 我们可以比喻为Force Alarm 然后拿一个例子来 就是你有一天趁坐电梯的时候 明明没什么异样 忽然间呢 电梯的警钟却响了起来 然后把你吓了一大条 原来只是续静一场 是一个Force Alarm 其实是没有事情是安全的 然后临床实验呢 针对就是罕见的遗传变异进行复合测验 然后结果就发现 被列为具有潜在伤害的遗传变异中呢 实际上有40%是假阳性 意思就是说你的商业基因检测 结果有40%可能是错误的 美国视频里药物管理局FTA 是怎么看待商业基因检测的呢 FTA在2019年呢 已经批准这种类的测试 然后用于检测呢 客户的某一些遗传变异 例如与乳癌离患率相关的基因变业检测 它只是与乳癌患率升高有关的 数千种基因变异中的一小部分 所以准确度其实是不高的 FTA批准呢 并包括用于诊断疾病 这些检测呢 是不被允许用来检测 离患任何癌症的整体风险 可能很容易患上癌症 或许觉得自己已经患上癌症了 但想多多其实不知道基因检测 其实并不是很准确 就算是真的成阳性 很多时候概率也是非常的低 如只有0.01% 如果你的测验报告中可能会告诉你 罹患某种癌症的风险要比一般人高上10倍 但0.01%的10倍也可能是0.1% 依然是很小很小的概率 没事他们还要自己下自己 为了0.1%的概率而烦恼 然后想多多呢 如果每天这么悠种 那么真的会如愿以偿患上癌症 因为恐惧还有担忧呢 会让我们的免疫力大幅度的下降 相反呢 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叫乐多多 他跟想多多是相反的一个性格 然后就是做了这个经营检测过后呢 发现其实是成阴性的 然后未必也是好事 为什么呢 他反而会觉得很放松 爱怎么吃就怎么吃 爱持睡就持睡 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健康 不需要过分担忧和预防疾病这一回事 结果呢 就是可能会提高患病或罹患癌症的风险 就是因为他生活上越来越方式了 总结来说呢 原本基因检测的目的就是要为了让我们预防疾病 结果大家为了一个准确度低又不能完全提供你完整的个人健康的信息 而放到了自己患病或者罹患癌症的担忧 如果因为病情所需要进行DNA检测呢 那么应该正从医生的指示呢 做一个更全面更适当的检测项目 不然的话呢 就不要盲目的跟风 呈阳性的结果会让你自己下自己 然后称阴性的结果呢可能让你抱着侥幸的心态呢 过着方式不健康的生活 一个人的健康命运呢不应该掌握在基因检测 事迹合理 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们还是需要每天好好的睡觉 好好的做做运动 然后保持心情开朗 然后均衡的饮食才可以保持健康远离疾病 好吧 今天也聊得差不多 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疑问 可以在下方留言或电邮给我们 我和我的元气顾问团呢会一一的回答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价值 让你学到一些东西获得到某一些启发 希望你们为我点个赞同时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你也可以到我的IG或我的Facebook看看我的热场 祝大家健康快乐美丽每一天 拜拜 你知不知道很多人做了基因检测 都发现自己的血统乱了套 然后白人变成中国人 华人变成热寒的困血儿 发现自己有韩国的血统 发现自己竟然和你的亲生姐妹不是亲姐妹 开始怀疑人生不懂自己从何而来 如果大家觉得很好玩 也可以试试看 但不要太认真哦 没有你想象中的准确 只是想做一个市场调查 大家听了过后呢 想要试试看的 可以给我打上个yes 如果我不想试试看的 给我打上一个no吗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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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